新北市土城昨天发生了离奇死亡车祸了 有一辆汽车在路口左转跟直行的摩托车对撞 摩托车骑士当场弹飞出去20公尺 结果不偏不倚的竟然撞上了正在等红绿灯的一位83岁的老太太 老太太送医之后呢竟然伤重不治 穿着车色外套满头摆访的老妇人刚采完菜准备回家 就在转角旁等红灯 一旁邻居汽车经过还寒暄了几句 没想到下一秒前方路口的一场车祸 老妇人就被波及无辜丧命 我在跟她聊天啊 我问她去哪里 她说她回家在对面 那有一部汽车从 应该是要回转还是要进这个巷子啦 然后跟那边过来一部汽车相撞 然后汽车飞出来撞到她 我就躺在地上啊 伤心 我就看她这边都看到骨头了 左转的轿车和直行的汽车相撞 骑士摔飞20公尺远 强烈撞击汽车也腾空弹飞 但方向却不偏不移的 飞向等红灯的老妇人 造成头部严重受创 送一集之后仍然回天罚术 家属接到二号赶来现场 无法接受 八十三岁老妇人身体硬朗而且很有爱心 梅想却在回家路上遭遇横祸 意外发生就是因为当时左转的轿车和直行的机车 车速度相当快 两车撞起后 机车弹飞 撞向老妇人 不呼枉死 却因为这起车祸 汽车驾驶以及汽车骑士 都以过失秩序罪送办 而农历年前痛失老母亲 一家人伤透了心 记者范锡雯黄培华 新闻市报道